为无争斗绝雌雄,赤壁楼船一扫空,烈火出张云罩海,周郎曾此,破曹公。 这是后人称赞后汉三国时期,江东水军大都督周虞周公锦的一首诗。 歌颂这位年轻的统帅,以少胜多,万破百万,赤壁拗兵一战,把曹操八十三万人马,诈称百万,烧了一个焦头烂额,杀了一个落花流水。 这位年轻的三军大都督从此是声名大振,当然了,这次破曹呢,也是多亏了孙刘两家的联合。 江东的鲁宿,到荆州请来了诸葛亮,诸葛孔明啊,驾一夜偏周,是闲走柴丧,舌战群如,窍戒东风,火烧战船。 这才大败了曹兵。 那位显赫一时的曹丞相,是狼狈而逃啊,怎么叫显赫一时啊? 是啊,曹操驻入中原,统一北方的时候,那是多的气派。 他秦吕布,灭袁术,收袁绍,巧得京香,赶走了刘备,曹操的意愿打算扫清四海,是休平天下。 进兵江东的时候,那是多的气派啊,啊,扎下连营几百里,是水路并进。 他本想一举丙吞江东。 如今落了这么一个下场,曹操啊,身边只剩下百十纪人马了,十几元上将,连盔甲都丢光了。 他走到华荣道那儿,差点让关羽把他给抓住。 幸亏这位关羽关云长,念起一个义字,把曹操给放了。 其实这是关羽最大的不义啊,他这叫全小义,望大义。 曹操当初带关羽是确实不薄啊,不用说往常速日,就是关羽千里寻凶的时候,过五官拎斩六将。 曹操要不是诚心敬意的放他,那关羽根本走不了。 今天关羽呀,念起曹操有当初,今天他才把他给放了,他可就把他大哥那霸业给扔得九霄云外去了。 因为关羽和刘备结成兄弟的时候,他们弟兄三人曾有誓言啊,是上报国家下安离树,重复汉室。 这位曹操在当时是名为汉相,实为汉贼啊,你怎么能见着曹操不捉呢? 他还曾经立过军令状呢,诸葛亮在派将的时候,派到关羽这儿,曾经犹豫了一下,本不想派他,可是不派他派谁呢? 那关羽在武将之中,撑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啊,本领出众,武艺高强,派他镇守华容,曹操是插翅难飞。 可是诸葛亮又有点不太放心,因为他知道啊,这位关羽关云长,当初曾在曹操那儿被困过,曹操带他很好。 那么关羽能不能把曹操放了呢? 诸葛亮就由于这个,转念一想啊,关羽和主公刘备,那是异姓手足啊,虽然不是一个姓,可是跟亲兄弟一样。 关羽为了他大哥的霸业,也不会放曹操。 虽然想在这儿,诸葛亮还不放心,这才和关羽啊,互立了军令状。 说是曹操要不走华容道,你拿我军师试问。 曹操要走了华容道,你要不把他杀了,不把他捉住,那么我就娶你向上的人头。 这样啊,这才把关羽给派得华容道这儿来。 可关羽还是把曹操给放了,现在什么他大哥的霸业,什么诸葛亮丽的那军令状啊,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 曹操就不管这些了。 对曹操来说,就像锁链洞开,蛟龙入海一样,一口气儿,跑到了南郡,由曹人把他接到城中,修整书洗啊,摆下了酒宴给曹操押惊,曹操在酒席宴前是放声大哭。 哭谁呢?哭郭家郭凤孝,那是他手底下第一流的谋士。 他跟大伙说呀,说今天如果有郭家在,我在赤壁这一战不会败得这么残。 这些文官都有点受不了了,知道曹丞相这人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,记得连这次他才哭了两回,头一回在晚城,他痛哭点威,哭点威大将,那是激励他手下的那些武将。 今儿个哭郭家呀,可有点修丧他手下的文官的意思。 好像是说呀,你们怎么不给我出个良谋,显个妙策呢? 如果要给我出个好主意,我曹梦德也不会败得这么残。 这些文官呢,也不全服,怎么呢? 庞世元献连环祭之前,我们曾经告诉过您呢,这战船呢,不能弄链子全拴在一块。 一旦要是起风着火,那就全完了,可是您不听啊,您跟我们说什么今儿一阳声名一东声,现在您又想起郭家来了,挨哉痛哉悉哉的。 哭郭奉笑,我们这俩往哪儿割呀? 这些文官把头一低,这酒有点喝不下去了。 曹操一看呢,也不哭了,他觉得哭得也没什么味儿了。 哎,我就随便提念提念奉笑,来,咱们接着痛饮吧。 所谓的痛饮,喝了一顿奥特酒,曹操在南郡这儿休整了几天,他就要动身回许昌了。 在动身之前,这位曹丞相又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。 他是怎么安排的呢? 他让曹仁镇守南郡,派曹洪镇守夷陵,呈鸡脚之士,防备江东周瑜,来娶南郡。 你们互相呼应。 那么荆州归谁管呢? 曹操让曹仁代管荆州。 他派夏侯敦守襄阳。 最紧要的个地方是合肥。 合肥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。 曹操对这儿特别不放心。 他选派了一员大将, 就是那张辽张文远,镇守合肥。 给他派了两员副将, 离点,越进。 这些将军呢,那都是曹操手下的虎将。 曹操这番安排可谓周密。 随时这样,他还不放心呢。 他又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。 说是我走之后, 江东的周瑜周攻锦, 必来打南郡。 他是贪心不足啊。 你别看赤壁大战, 他把我杀得大败。 他还不甘心, 还想把京香九郡一举全得过去。 为此呢, 我给你刘峰书信。 南郡吃紧的时候, 你再把这信打开看。 这里头有一条破周瑜的妙计。 不可疏忽, 说平常没事啊, 你就不要拆这信了。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, 再打开看。 曹仁牢记在心。 曹操安排完了, 带领着他的文武, 这才离开了南郡, 回许昌。 出的南郡城来, 他勒住马回头看看, 望着江东的方向。 周朗, 小娃娃, 诸葛村夫, 你们休得猖狂, 带老夫回到许昌, 重整旗鼓, 再去江东, 一学三江之路。 然后叹口气, 曹操走了。 这次曹操在赤壁一战败得挺惨啊, 自从曹操携天子令诸侯驻入中原以来, 他可一直走的都是上坡路。 灭袁树袁绍, 收张秀, 杀吕布, 赶跑了刘玄德, 最后拓手得过了京香九郡, 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。 那么这次他怎么会在长江打败了呢? 曹操啊, 也犯了一个骄自, 所以说是骄兵必败。 曹操轻视了孙刘两家的临河, 他没把那江东放在眼里, 根本他也没看起这周瑜, 也没看起那位诸葛亮, 所以这次吃了这么个大败仗。 哦, 打这么个败仗感情, 曹操还没服, 那当然了, 他的地盘多大呀, 别看这么几十万人马毁了, 但是呢, 他还有很大的积蓄力量, 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兵马, 还有很多粮草, 因为曹操站的这个地势太好了, 他统一整个的北方, 黄河府地呀, 那地方是民风良族土地肥沃呀, 特别他得过来季清幽病这四周之后, 曹操那势力就更大, 别看他今儿个败得那么惨呐, 曹操从心里望外, 还真没服, 曹操愤愤然的回了许都了, 不说曹操回许都, 再说这位刘备刘玄德, 自从关羽立下军令状一走之后, 刘备一直是提心吊胆呢, 他真怕关羽把曹操放, 果然, 关羽还真把这位曹丞相给放走了, 等关羽回到大营来的时候啊, 人家这正按功行赏呢, 唯独没有这位关羽的份, 诸葛亮还问他呢, 怎么回事啊, 您是把曹操捉住了, 还是把曹操杀了, 最后关羽这才说, 我把曹操放了, 诸葛亮把脸沉下来, 当时吩咐人把关羽推出帐外, 按军令状从事斩首, 刘备跪倒求情, 众文武都跪下求情, 诸葛亮这才把关羽给放了, 其实啊, 就是不求情, 诸葛亮也不能把关羽杀了, 为什么呢, 杀了这样的大将, 谁去辅佐刘备成其霸业, 再说关羽和刘备, 还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, 他们是结义的兄弟, 诸葛亮根本不能下这个手, 但是呢, 又得顾全面子, 因为有军令状在, 哦, 这罪不治上将, 专治小卒, 那谁服啊, 所以诸葛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, 在大仗中他告诉文武, 说我夜观天象, 草草不当面, 那么就算是, 让关羽做这么个人情吧, 把军令撞着才烧了, 刘备悬着的这颗心, 才算放在肚子里, 关羽谢了不展之恩, 可这时会儿, 刘备的大营里都可热闹了, 热闹什么呀, 得的这东西太多了, 您想啊, 刘备子出世以来是东奔西跑啊, 连个扎足的地方都没有, 两手空空, 刃门不趁, 今儿投这个, 明儿找那个, 多惨啊, 成霸业啊, 哎, 连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, 没个摆摊的地方, 你怎么能成啊, 这回一看, 刘备眼都化了, 因为, 这刀枪, 气息, 锣鼓帐篷, 传之, 粮草, 数都数不过来了, 刘备手脸胡须, 看着诸葛亮, 那真是眼了看, 打心里望外那么喜欢咯, 这会儿又想起水晶先生来了, 水晶先生指点得清清楚楚, 为什么我刘备受这么多的罪, 吃那么多的苦呢, 因为我身边没有人, 没有能人哪, 自从兄弟三人三顾茅庐, 请出来诸葛亮之后, 我刘备是平步青云, 破风筝, 起来了, 刘备这高兴, 他就问诸葛亮, 先生, 咱们能种一些东西往哪儿搁, 咱们这些人都上哪儿去啊, 诸葛亮一听, 主公不必心急, 我选好了一个地方, 咱们必须如此这般, 哦, 刘备就明白诸葛亮的用意了, 就依君师, 刘备和诸葛亮率领人马, 水汉两路并进, 走了, 刘备走了, 咱再说说这江东, 这终于可了不得了, 赤壁凹兵一战, 大胜之后, 他是深表无侯, 吴主孙圈, 下了一道令, 让江东六郡八十一周, 玄灯结彩, 举城欢庆, 江东文武, 大小士族, 各有封赏, 该提升的提升, 是该晋级的晋级啊, 周都督在三江口是大摆炎炎, 宴请文武, 三君将校无不巧约, 欢笑异于言表, 谁不高兴啊, 赤壁一仗, 多不容易啊, 打了多少风险啊, 可以说是损兵折将, 提心吊胆, 打了这么一仗, 吴主孙圈啊, 特畏告诉周瑜, 要仲家封赏两个人, 一文一武, 谁啊, 文官是坎泽坎德润, 就是下诈祥书那位, 别看是一位文官, 浑身是胆, 武将皇盖皇功夫, 老将军那么大的年岁了, 定下苦肉计, 被打得皮开肉战, 差点下不来地, 诈祥曹操, 才使得火功继承了功, 所以江东对这二位啊, 应该是特加封赏, 周瑜呢, 还想要谢谢那位庞统庞世元先生, 那连环祭啊, 是人家庞统献的, 庞统要不上曹营, 曹子那船根本连不得一块, 可是周瑜派人一找啊, 这位庞先生不知去向, 不知什么原因, 人家躲避了, 周瑜想, 那就以后再说吧, 哎呦, 这几天三江口就甭提多热闹了, 浑声, 笑声, 锣鼓声, 鞭炮声, 是响彻半空啊, 只是周瑜都督啊, 哎, 脸上倒是很少有笑容, 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, 周瑜都督啊, 那是三军的统帅, 他再高兴, 也不能让咱们看出来, 哎, 得绷着点, 别看都督脸上没有笑文, 心里头比咱们都欢喜呀, 是这样, 周瑜啊, 确实, 比哪位将校都高兴, 但是不能表露出来, 他高兴是有道理的呀, 自己呀, 自从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, 这次算是出漏才华, 以手胜多, 就这么几万人马, 把草草诈称百万雄兵, 杀得大败, 周瑜能不高兴吗, 再说, 自己这也算是对无主, 报答了知欲之恩, 他跟孙策孙伯福, 两个人是十非要好啊, 不单是好朋友, 而且还是连金, 正因为有这么个亲戚家友谊的特殊关系, 所以周瑜为江东, 那是特殊的出力呀, 大伙都这么乐呀, 周瑜在高兴的同时, 他还在想些心事, 周都都在想什么呢, 他想趁热打铁, 借着赤辽兵这一战之胜, 兵进京乡, 得取九郡, 他在三江口之歇兵三日, 庆贺的也差不多了, 当即传令, 人马前江下带, 就奔着南郡方向开下来了, 人马一到前江, 兵分武战, 东西南北中, 正当中就是周瑜的大营, 刚把营寨扎下, 有人进来禀报, 骑兵都督, 刘备刘玄德派孙前先生, 来与都督祝贺, 给您贺宫来了, 哎哟, 周瑜一听高兴了, 孙前来得好啊, 说我有情, 周瑜怎么这么欢迎孙前呢, 他倒不是欢迎孙前, 周瑜想啊, 我可找着刘备的下落了, 赤壁大战打起来之后啊, 这刘备和诸葛亮没耳了, 诸葛亮在南平山巧戒东风, 东风一起, 周瑜不是就派两员大将, 上南平山杀诸葛亮去了吗, 没啥了啊, 人家诸葛亮先生乘一夜偏周, 让赵云给接走了, 嘿, 周瑜当时毁坏了, 这诸葛亮, 真是诡诈多顿, 高我几仇啊, 我要是不把诸葛亮除了, 早晚必成我江东大患, 可是他一直没找着刘备和诸葛亮的影儿, 越是这么着, 周瑜越不放心啊, 现在到乾江刚把营债扎下, 听说怎么着, 刘备派孙前来给自己贺宫来了, 他能不请吗, 当即他带着鲁肃接出了大仗, 孙前一见周瑜, 是攻身实力, 攻贺都督, 赤壁敖兵大战取得全胜, 然后把礼丹递过来, 周瑜接过礼丹, 客气了几句, 把孙前给让进大仗, 是白酒款贷, 酒过三巡, 周瑜可就问了, 啊, 孙前先生, 现在您家主公刘豫舟, 人马扎在何处啊? 孙前一听, 哦, 忘了回复都督了, 我家主公现在啊, 冰炸油江口, 哦, 周瑜听得着心里咯噔一下吧, 啊, 孙前先生, 请问, 诸葛军师也在油江吗? 哦, 您问我家军师, 不错, 也在油江, 方才我忘了跟您说了, 我家军师, 让我向都督您再三致议, 孙前的话没说完呢, 周瑜那俩有点白了, 他就听孙前这么几句话, 这位周都督是吃惊飞小啊, 当时这酒都有点喝不下去了, 他告诉孙前, 孙先生, 请您回去, 一定向我问候豫舟和诸葛先生, 我准备明日亲自到油江回礼, 周瑜脸上变颜变色的, 这位孙前先生还真没看出来, 只有鲁肃看出来, 鲁肃还觉得奇怪, 我们都督这怎么了, 跟孙前说了没有几句话, 怎么脸有点变色了, 看来啊, 这酒有点喝不下去了, 那么鲁肃呢, 就想打个圆场, 还想啊, 留孙前在这多住几日, 孙前先生很知趣, 诶, 煮不吃客不饮, 喝几杯之后, 孙前就告辞了, 周瑜让鲁肃带送, 鲁肃把孙前先生送走, 然后回到大帐, 他就问周瑜啊, 诶, 都督, 紫敬, 刚才我怎么看您喝着喝着酒, 突然间脸上变颜变色的, 您好像不高兴了, 又好像有点吃惊, 这到底是为什么, 听到这会儿周瑜摇了摇头, 紫敬啊, 你没听孙前说呀, 现在刘备和诸葛亮兵炸油浆口吗, 鲁肃点了点头, 听说了, 还是得, 刘备干嘛把人马炸的油浆啊, 油浆离南郡, 咫尺相隔, 隔江相望, 站在江这边, 就看那边, 这油浆口在哪儿啊, 就是现在的湖北公安县南, 你想想, 他把人马悄悄的带在那儿去, 甭问呢, 他是想, 要娶南郡, 我就怕这手, 所以咱们的人马在三江口那儿, 才歇了这么几天, 我就立即进兵了, 我就怕诸葛亮走在我前边, 现在果然, 他把人马已经带过去了, 这怎么得了呢, 我能不着急吗? 哦, 鲁肃这才明白, 那么都督您告诉孙前, 明天油浆回礼, 那, 那这什么意思? 我这是回礼为名, 看事做事, 要是方便, 我就当即, 把刘备诸葛亮一杀, 除去我江东的后患, 诸葛村夫, 萧雄刘备, 总有瞒天过海记, 也逃不过我周瑜的小机关, 子敬, 你去挑选精兵强将, 多倍九十, 明天随我是游江, 回礼, 公布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